民進黨主席蔡英文今天啟程前往菲律賓 以總統參選人的身份進行國際訪問 而有關馬無佩即將在明天要登場的議題 蔡英文說不管誰配誰 請馬總統扮演好政府的角色 至於他自己的副手人選是誰呢 他還是老話一句 等到時機成熟就會公布 走進機場立刻引起騷動 民進黨主席蔡英文展開小英的國際之旅 前往菲律賓累積總統大選海外能量 這一次討論的也是關切我們的議題 是有關於私有貿易跟人權的問題 對台灣來講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議題 三天菲律賓行活動滿滿 而當蔡英文不在國內的這段時間 對手馬總統要宣布和吳敦義搭檔競選連任 國民黨要提名什麼樣的副總統候選 老實講這是國民黨的家務室 現在國家所面臨的問題 所以要必須要處理的問題 都還是要認真的去處理 不要只是為了選舉 只是為了去選舉而忘了他真正 作為一個執政者應該要做的事情 至於自己的副手人選 蔡英文在被問到有些無奈 這種問題不需要照三餐問 這個副手的決定 我們按照我們自己的黨的作業跟騎乘 我們有自己打選戰的步驟 揮揮手準備進入海關 副手誰當 蔡英文不及要先到國外取經 墊高大選格局 民視新聞唐公男與其成 賴國斌桃園報導